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 又來到我們的模型頻道 今天我要做些甚麼,大家猜猜 我現在有隻貝貝,兩顆有洞的組件 我這裡有這個德國魚之灰 郡市的白色筆地 AA膠 還有這個爽生粉 大家應該猜到我想做甚麼 這就是膠板 通常模型出現偷膠的情況是很普遍的 怎樣會偷膠呢 好像紅色後面這個胡蝶結 套進去是不是很古怪 在這邊看是沒問題的,是正常的 因為膠厚而且大面積 如果工廠不做偷膠 如果要留一些架位的話 這個位置完成之後 就會有輕微的粒陷進去 這樣就不漂亮的 所以其實我們說 Bandai偷膠呢 一來它這樣省了成本 二來其實是技術問題 所以引起的 這個偷膠位 在MG或者RG上面 可能還有一塊東西 被我們蓋上去遮住 這樣就會漂亮很多的 但是呢 在HG上面 基本上你是不會看到有的 我們用甚麼方法去補偷膠呢 我先把蝴仔放上去 通常最簡單最方便的 就是用這個筆地 就算雙星或者棍士都有出的 我這隻就是棍士的白色筆地 這些很便宜的十多元至 或者外面20元左右 我買回來這隻好像印象了18元新的 沒有用過的 特地買來給大家看 因為我很多年沒有用過這個白色筆地 那我先開一下看看 已經知道那些出來 白色筆地就是這樣的 那怎樣用呢 不過這個筆地是挺大的 大家用的時候要注意通風 用牙籤尾一點 然後在你要補筆地的地方 噴它下去 記住是吻下去而不是就這樣刺下去,因為如果你刺下去的話,有機會是吻得不夠 盡量吻多些,吻到滿為止,接著留一點點在面上,千萬不要填平 吻完之後就是這樣的,看不看得到 為什麼我要吻多一點點呢?現在已經看到它踏了一點點進去 已經看到它有一點點踏進去 因為牙膏筆底最不好的就是收縮比率很高 所以當你吻了之後,它會慢慢踏陷,還有乾的時候也會慢慢踏陷 這些牙膏筆底,乾燥時間大約是一天時間 十二小時都可以的,你可以輕輕打磨,但還是未乾透的 它的好處就是在半乾的時候,你可以很容易用戒刀切削它 它就會有一個軟身的狀態,不過現在是未動的,因為我剛剛塗下去 而且它完全乾透之後,硬度和塑膠是比較接近的,所以我們就很打磨 不過我這個東西其實已經很久沒用了,因為它實在是不及其他東西方便 好,那我們看另一個東西 另外,我們可以用到這一種,在五甲普買到的德國原子灰 很便宜的,譬如這個250克,都是三十多元 原子灰就是這樣的 打開的時候,這一枝是快乾來的,如果你不用快乾的話 基本上你都不用想著魚子灰會乾的 裡面有一塊刮板,它就封得很緊的,你撬開的時候 最好就用一支螺絲批去撬,讓我撬開它給大家看一下 打開了,打開之後就是這樣,其實也挺新的 這罐買了不久的,用過幾次 味道就會比這個牙膏筆的更強一點,不過不要緊 都不太過,除非要大力吸收它 用這些筆的的時候,因為它乾得很快 我們要準備一下,而且它是很油質的 那我就習慣了,就可能用一張紙 又或者像現在這樣,用一塊不要的膠板 接著貼一張膠紙上去 貼了膠紙上來之後,我們的工作範圍就在這張膠紙上面 用完之後,整張膠紙撕就搞定,乾手正腳 又或者用一支箭都可以的 我們就貼一些自己想要的份量出來 這次用這麼大塊,不要太多 貼完之後,現在吸收它 因為放了一段時間,都是會乾的 如果你不吸收好它,放一段時間就乾了 那就沒用了,幾十元一瓶 那你也會用到一年半載的 那你先把牠子拿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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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把牠子拿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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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麼大塊,給這麼小塊就已經足夠了 因為已經多了一倍有多了 所以就很耐用的 那你新開的話,牠會有些液體 那沒什麼所謂的,把牠拿乾淨 不過我們真正要的就是這些 下面的東西這麼小 我大概就用這麼多 就算再少一點都可以,夠乾的 那就不要太多,太多的話 它就乾得太快,而且會很脆 然後就在這裏撈均勻 那怎樣撈,沒什麼所謂的 最重要就是把牠子拿乾淨 和原子灰完全拌勻 這樣就可以了 那撈好之後,牠就很軟 那我們用這個蝴蝶結來做例子 好嗎? 那原子灰你就可以這樣撈下來 記得就完全鋪平它 那原子灰都會有少少那麼多收縮 但是收縮比例是比這個不低少 而且是非常之容易切割的 因為牠還沒乾透的時候 那原子灰完全乾透,大約就十多分鐘 那未乾的時候就這樣一匹 我們等它半乾的時候就可以切削 那放在這裏一會兒 好了,隔了幾分鐘回來 原子灰已經半乾狀態了 那接著我們就已經可以切削 所謂半乾狀態就是不黏手 按下去就軟軟的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依照我們需要的形狀 然後切削 切下去 其實很簡單 大家看看我拿著一把刀 就好像切豆腐一樣 那如果你怕切錯 你可以少一點切 又或者讓它再硬一點的時候才切 那現在就大約切了它 我不要的部分 那到它完全乾透 等多幾分鐘就可以基本上打磨它 那就可以了 之後習慣就是噴灰 看看有沒有瑕疵 補得不漂亮 那再補回再打磨 那已經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原子灰是很好用的 那有時候偷膠位就會好像這些 這樣深 那如果你每次找原子灰補 用量都幾多 更加不要說這些牙膏不地 起碼補幾鍋 所以就很浪費時間 那有時候我打磨件的時候 就會有些水口位 這樣剪出來 這些細小粒 又或者直接用一些不要的框 那剪細了之後 將它填下去 那填完下去之後 就用這些A膠 這個A膠 有條老鼠味的東西 這樣就很好用的 那放了它之後 就可以控制到膠水的用量 就用很少的 而且可以很精準地滴下去 那當你填完這些位置之後 滴幾滴A膠 先黏緊它 最後才用筆地 原子灰 補回這些位置 補平它 到時一削就可以了 那用量就會少很多 因為這些廢的膠框 我們都是用來丟 不如廢物利用 不要浪費 那這次就是補偷膠的入門 或者初階 其實我們還可以用到這個膠板 就用大面積 例如裙甲的偷膠 腳底的偷膠 那些地方比較大 而且我們要很簡單地做一個平面 就未必會用到這個原子灰 筆地 撕一撕等一天 不算了吧 我們收起來吧 好嗎 那這個膠板 就讓我找到大面積的東西 做進階的分享的時候 就再分享給大家 另外 爽身粉和A膠 雖然非常之好用 但是對新手來說 比較難控制 因為我們 撈爽身粉的時候 基本上只有1分鐘左右 所以我暫時就不可以 先教大家了 等我下次 做一個進階的分享的時候 就再做給大家看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